第一份單元的部分還算蠻入門的 希望大家不要對這門課一開始就太過害怕 也藉由今天這門課讓大家比較完整的知道 以後上課的方式會是怎麼樣 首先就是很歡迎大家來修這門課 今天很久沒有一次看到那麼多同學 上一次我看到那麼多同學是上通識課程的時候 每一個同學課程都會有概論之類的 那門課以往開成同學課程一定都是150個音秀 因為那門課是非常亮的一門課 我上課上得很沒有成就感 因為大家來這邊要嘛就是不來上 只有在考試的時候才會最多人 要嘛來的就是在那邊滑手機 所以那時候還蠻挫折的 所以後來就想一些方式盡量讓大家會願意來上 再通識的那個部分 本來這門課是沒有想要就是 第一個沒有想要換教室 因為這教室實在太大了 在要掌握大家的學習上面 我需要多花一點工資這樣 另外就是說多一點太多人的話在學習效果上不太好 不過後來想一想因為有不少同學還是來講說 能夠修正門課可能對他或多或少還是有點幫助這樣 位置只能放在這裡嗎 我前那一點不是 後來想說如果這門課可以放置到同步的話 那也許華國零行事讓比較多人 後來上也滿不錯的 所以才有點就是說 那就決定還是把他開層比較大半一點 這樣就在這邊上這樣 所以有好處也有壞處 後來就要先跟大家說聲抱歉 這樣就變成說第一個就是那邊不能吃東西 所以大家早餐可能就要提前吃完 或者是等一下中途下課地 那今天這幾天的課程 中途我可能會下課久一點 一方面讓大家拿教科書 另外一方面到讓大家可以先去吃個早餐這樣 所以當下禮拜開始我們中途下課就還是20分鐘這樣 所以這個是要先請大家幫忙等一下的地方這樣 那第二個要請大家再幫忙一下的地方就是 就是因為這教室太大了這樣 然後休課的數現在頂多應該加起來最多就是 114個 那個數 那個數 對 加上課 中途加上課 中途加上課 好 好 好 所以就是 好我們先給定數的同學 謝謝 好 好 好 其實說 嗯 太大了這樣 總共是110個人 雖然在有些同學是用跨院選 就是通識那個部分 我有嘗試想要提高那個名額 不過似乎學校的方 政策是說 跨院的名額是不能改的 所以就變成說 比較多有些專門可能暫時 沒有辦法學啊 就要透過直接學這門課的一個方式 這樣 好啊 因為就是 大概就是最多110個人 反正應該就是 最後一排應該不會做了 所以我希望之後上課的時候 最後一排不要做你 好 因為前面應該都還有空位這樣 好 所以等一下可能先讓大家自行調整一下 現在做最後一排的同學 一來前面看哪邊有位置這樣子 好 如果 不知道做哪裡的話 我再幫大家看哪邊有位置 好 所以這個是 一開始先跟大家說明一下的一個部分 那今天大家有帶手機過來嗎 好 等一下就要用了喔 等一下的每一堂課的中途下課這樣 好 先跟大家預告一下 等一下我上課不會一次上到完這樣 上到中間一個段落結束 我會有一個問題 一些問題要問大家 讓大家了解一下剛剛教到的東西 有沒有接收到我想要跟大家講的一個重點這樣 所以 大家不用擔心說 欸這門課是不是一路上到完 然後你就睡著 應該是不會啦 就是會有一些 希望跟大家做互動的 說互動有的是說 我也直接下去問同學 有的就是用手機跟大家 全部人來一起做一些互動這樣子 所以 希望這樣子 就如同我上次所說這樣 大一的同學 可能沒得選擇 你必須一定要上一般的幾層幾層試這樣 那 如果是這樣子的情況 就是 敬我手呢 讓大家 會覺得說 欸你背後被選到這門課 是還蠻幸福的這樣子 也許以後不用再修這門課這樣子 不過我還是要強調一下這門課絕對 不為是一門課 絕對不為是一門課 覺得不為是那個 很引擎 就是很容易就過的那種兩課 不過 會讓大家覺得有趣這樣 那 如果是有選修到這門課的同學 希望可以讓大家 覺得你不會後悔 這樣子 不過好希望大家後悔了 像來不及了這樣 今天就會定案了 除非你之後你要棄學這樣 好還是希望 開課的目的 是希望大家 能夠修往 不要棄學 所以 基本上來說就是 這門課 基本上沒有那種 就是一個一個點名的方式這樣 比如說這樣一個一個念完名字 可能也許我會做個一兩次 但不會每次都做這樣 那 我有個原則是這樣 我的點名呢 就是如果我有點名呢 一定是用加分的 一定是用來加分的 所以換句話說就是說 如果你覺得就是 這門課你沒有來 你也覺得那些作業考試 你都可以做得很好 那也沒關係 你只要能夠足那個條件 在課程大綱上都有一個比例 你只要算起來 有超過六十 你一定就會幾個這樣 大部分的同學 可能會覺得不太保險 所以我上課會有一些 不管是點名 或者是之後的互動 那個都是每次每次的加分這樣 加到最後可能 我算分都是算學期 不是算成次 就是說 這些互動你做得很好 譬如說我們那個 上禮拜有跟大家 配合過 就是 用線上的遊戲 跟大家互動 因為你有參與 甚至可以在 分數可以在前 百分之二十三四 內的話 你就會有額外的加分 所以說這個方式 有時候我是覺得 考試 大家可能會覺得 有點緊張 看到考卷就不自覺 手會抖 之後你就會體會到 看到考卷下來 好像很難 手一直抖一直抖 這樣子 如果是這樣子 因為這樣子 就是說你學得不好 我覺得也不太OK 這樣子 所以我又有好幾種 可以加分的一個方式 雖然我們剛剛有 不重要的強調 它不是兩課 但其實也沒有那麼難過 所以 只是希望讓大家 先知道的一個部分 這樣 首先還是先歡迎大家 這本課還蠻跨醫院的 蠻多人 有工學院、理學院 跟管理學院 現在看 還有社會學院的人 在選 不知道選不選 當然要是跨醫院同時 好 所以 首先是這樣子 那上禮拜如果 你 之所以要別的這個是 我沒有錄影 這就是上次我跟大家講 那錄完之後呢 我們會有一個 主教 他就是YouTuber 這樣子 他會把那個 上課的影片 傳到YouTuber上面 大家回家 可以再看 如果你想要再看 如果你想要再複習一下的話 你可以再看 這樣 不過有個東西 我會 不會放在影片裡面 要不然大家趕快去上課 就增校了 那這樣子以後 大家就在 在線下學習就好 都不要再上課 這樣 上課一些互動 我不會放在那個影片 這樣 那裡面影片就是 單純講 在講義的內容 這樣 所以如果講義內容 你覺得我講太快 其實你在課場那就可以舉手 老師 你講那麼快幹什麼 這樣子 所以當我們是 那個錄音機 就 這樣快都錄得起來 這樣 如果覺得講太快 你就舉手 那講太慢 老師 講話像烏龜一樣 也可以講 但是 就是心平氣了 不要太兇 這樣子 好 所以這是第一個 這樣子 那我們就是把影片放在YouTube上面 大家如果覺得要複習的時候 雖然我希望大家 他們各有一個很容易過的一個方法 這樣子 但是可能不容易做 這樣子 就是說如果你每個禮拜上完課回去 上課的時候 你就會邊上課邊複習 這是我希望達到的好處 這樣 下課之後 如果你可以找個一個小時的時間 再複習一次 就是 你應該不太 不用太擔心 你會不會 就是這門課會表現 就是 這樣子做應該 要及格是蠻容易的 如果你真的可以 每堂課之後 真的會去做複習 這樣 所以 你可以試著做做看 這樣 以後有機會 再跟大家分享說 那要怎麼做 你們修這門課是 以往大家應該是過就好 這樣 其他課你可能有的人 就是想要過 甚至要高分 如果你們想要高分的話 有些經驗就可以跟大家做分享 我就是 我設計一些活動 讓大家可以比較開心的上這門課 不要像上次我第一頁就跟大家講說 需要這門課之後 就會變得 完全對這門課 甚至是大學的課程 失去信心 那我小話可以跟大家分享 這樣 這個就是在講 大一大家進來 甚至你大二還是這個樣子 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再做分享 好 那上次大家 就是 可能 有的人還沒有過來聽過 這樣 所以 我們這門課有另外一個特別的地方 是 有一些討論跟作業會在Facebook上進行 所以 我看好像還沒有所有人都有加進來這個社團 再提醒一下這樣 請大家就是記得去加這個社團 這段名字是叫計算計程式 這個 這樣子 大家可以在第一零份講義上面看到 這樣 實際上今天我就有個作業會讓大家都去想這樣 不是寫程式的 今天沒有要寫程式這樣 因為我跟大家強調過 這門課寫程式是一個實現的方法 更重要的事情是我想要讓大家知道 怎麼解決問題這樣 怎麼學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樣 你想出來這個方法之後 程式是輔助你把它做出來這樣 好 所以其實程式不是這門課的唯一的一個重點這樣 那今天會出的一個作業是要讓大家思考 怎麼解決一個你生活上的一個問題 這大概跟大家講這樣 所以今天之後你務必一定要去就是加這個社團 因為我一旦PO在那個社團裡面的作業之後 應該就一個禮拜內就會就是請大家交這樣子 它不只是這個樣子 在交的時候呢就是會請大家這樣 就是交這個作業會有額外的加分這樣子 這個上次有講過 這個大家再稍微看一下就好了 就是說你前十個交啦 或者是前二十個交的 跟你有訂正前面作業的人會有額外的加分這樣子 好 然後再提醒一下那個助教的部分 大家在做這個作業的時候或多或少會有一些問題 甚至以後寫程式的時候 然後如果有程式作業 助教的資訊這樣 有個助教時間禮拜五 四點到六點這樣 然後你可以到這邊七樓 也可以在第零份獎益找到 如果你要找我 就這個時間 或是你可以再E-mail給我 或是Facebook給我 這樣子 好這樣子 快速的部分 然後就要來開始講今天的這個部分這樣 好 那這個獎益通常我都會提前放在課程網站上面 希望大家可以提前把它下載下來 先看一下 看說今天要教什麼 有沒有什麼問題 如果你可以完整的看一看 你覺得有些問題 然後來課堂上討論 那我會覺得更好這樣 那實際上我會設計一些問題 等一下就讓大家思考 就是說 欸這個講完這個東西之後 你覺得真的是這個樣子嗎 或是說有沒有什麼細節是我沒有講到的 這個是我要讓大家思考的一個部分 所以其實 你如果說 就是只是看講義的話 你就算沒有來上課 可能也不會差太多 但是你可能會不知道更深一層 或是看不懂的部分 這樣子 所以還是希望說 大家在課堂上 可以跟我多做一點互動這樣子 好 那實際上那個互動也算是 就是 非正式的事 因為實際上大家等讀進來 我就會知道 今天有多少人來上課 是哪些人這樣子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加分的依據這樣 去年上學期做這種方式 加分就是整個學期平均下來 學期成績都可以加到 可能三到十個 學期成績 或者是學期成績這樣子 所以 我是希望大家可以 練習看看 在課堂上跟老師 多做一點這種互動 因為發現其實 整個在 譬如說系上的課堂 應該沒什麼老師會做這件事情 因為做這件事情 他們的唯一考量 就是說這樣進度會較多 但我覺得 進度交不交得完 比起大家懂不懂 來說還沒有那麼重要這樣 通常是說 我想要讓大家知道的是 大家有沒有學到 譬如說這門課程 我想讓大家知道 是怎麼用程式來解決問題 不是單純只是教你 程式的語法 那些東西是什麼而已這樣 所以今天第一份講義的部分 它還蠻輕鬆入門的 就是大家待會拿到課本的第一章 他講的事情就是說 以後我們寫程式 就是在電腦上面 所以大概大家先了解一下 電腦它要怎麼樣子運作來 就是讓我們可以寫程式 所以這邊有一個先跟大家提醒的 就是說 這邊第一章教的東西 應該會部分和大家的計算機概論重點 然後不知道就是有沒有完全一樣 希望是我可以講到一些 你們教的老師是周老師 對嗎 不要在那個 寇北中山上面說人家沒有頭髮之類的 他頭髮應該蠻多的 這樣子 就是這門課上了之後會有一個風險 這樣就是會可能會被 在寇北中山上面被點名這樣子 所以有可能會跟你學那個計算機概論 所以我們會一點點充電 另外就是今天會教到 因為要講這個程式語言 然後跟電腦怎麼運作 他會講到大家上數位系統上面的一個東西 就是二進位的表示方法 在這邊我不會介紹什麼是二進位 因為那個在王老師應該今天跟大家講過了這樣 而且講那個等於 有點會跟我要講的東西有點衝突 因為實際上我們這門課完全不會管到 二進位到底是怎麼做的這樣子 那個是數位系統要教的一個互動 所以這章節其實有一個很大的重點是 遇到一個問題的時候我們怎麼解決 想出來解決方法的時候 怎麼用C程式來表達 所以後面在講這個C程式 在後面的幾個單元的時候 我的出發點都是會跟大家講說 現在我們要講 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 這問題需要什麼互動 因為有這些互動 所以大家才需要去學習語言的那些東西 跟大家以往學很不在意 以往就是大家一進來 那講義就會說 欸現在我們要教系語言的 破我衛圈喔 標我 甚至結構我 你聽了之後就說 哇塞 為什麼我要學這種東西 這跟我的生活到底有沒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嘗試想要把就是 這個教的東西 跟大家的生活可以連結起來 這個怎麼連結 待會我會跟大家講 好 所以講義 一般我們的講義 開始都會讓大家知道說 這個單元要學 這個在大家的課本裡面也會看到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 欸那電腦有哪些種類啊 它每個外面的元件 怎麼樣互相配合來執行程式 那這邊就是一個比較大的重點 你如果看那個 我的講義裡面 有紅色的字的通常都是很重要的 有上過我的課的同學就會知道 我在上課的時候很喜歡提示同學重點這樣 一個是紅色的 另外一個就是我講話的方式 如果跟平常不太一樣 那就真的很重要這樣 譬如說我會這樣子講 如果這個其中考考出來的話 那大家會喔這樣子 我沒有洩題這樣 我只是說如果 我只是假設而已這樣 如果這個其中考考出來的話 大家會喔這樣子 那有時候我比較稿微一點 我會講三遍這樣 那你也知道一句話 如果講三遍 就代表它真的很重要這樣 好 好 這個是比較重要的 我們之後要寫程式 是用高階的語言寫 用人看得懂的語言 但是這邊有一個衝突 人看得懂的語言 跟機器看得懂的語言是不一樣的 機器看得懂的語言叫這個 叫做機械語言 後面有一些中文的翻譯 有些我好像還沒放在 在放講義的時候還沒寫進語言 不過現在已經都不進去了 大家可以做一些筆記這樣 所以這是機器看得懂的 這個是人看得懂的 那這兩個之間怎麼做轉換呢 我們寫人看得懂的 總是要讓機器可以幫我們執行 中間有個橋樑 叫做組合語言 所以基本上你現在可以想像一下 有三個階層 我們看得懂的 假設就是最高階 西語言 西家家等等 中間組合語言 最下層的機器語言 這樣 等一下要跟大家介紹 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樣 好 那如果我們要在電腦裡面 來弄一個西程式 需要做哪些事情 這個更重要 這樣 我們要怎麼解決一個問題 解決問題 這個就大家參考一下就好 這個我今天沒有要講太多這樣 而是說寫程式的時候 有一些道德倫理的事情需要注意 這樣 例如說你不能夠寫 學完這個西程式之後 去寫一個電腦病毒 簡單 忘了那快 你說 這個程式的project 你做出來就是一個電腦病毒 那我會很擔心 這樣 萬一你這個程式 我很希望大家寫得很好 但是你把電腦病毒寫得很好 會變成我們要危害別人 這樣 所以這邊有一些道德倫理的問題 這樣 這個大家看一下就好了 你有興趣就看書裡面 他講好多 你們就看一下 通常講這個很像是媽媽在對你念經一樣 有點失誤 對你念經 這個不能做 這個不能做 這樣子 所以這個 我們要講 這個是我等一下整論講義的很大的一個重點 怎麼樣解決問題 所以今天沒有要講到程式 我只會用一個簡單範例說 一個程式大概要怎麼寫 很簡單的可以這麼寫 以後你就仿照這個方式做 所以我的教程式的方式會有點像小學 照樣照具 所以我會跟你講 就是這樣子做 你就仿照這個東西做 你就會做得出來 所以照樣照具大家應該會 很多照樣照具是怎麼 講一下 我記得以前有一個很好笑的 我想到之後等一下再跟大家講 太久沒有講這個了 下次再跟大家講 等我想到的時候 好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這個是今天要教的一個部分 好 所以一開始 先讓大家知道一下 過去的電腦長什麼樣子 你可能會看上別課 就騙你說 我去電腦去用真空管 我覺得這實在太無聊了 乾脆用一個電腦 用一個電影給大家看 不是要叫大家在這裡看電影 我是說用電影 你如果我會先講一下 這是什麼 你有興趣可以去看這部電影 這個大家應該是需要認識一下 最早的電腦的原型 是一個叫Tuling Tuling的人發明的 他的電腦叫做Tuling machine Tuling機 在1936年之後 稍微介紹一下這個故事 有興趣大家可以去看這個電影 叫做模仿遊戲 模仿遊戲 這個電影我大概看了十遍以上 我很多電影都會看好幾遍 特別是那種第四台 轉過去就有一個 你放過我 秋香之類的 然後看了快二十遍 那個台詞 或多或少 我都會背 這個以後有機會再跟大家講 這個講得太多 大家會覺得這老師可以笑 讓你程式設計只講一些 多名其妙的東西 總之 這是一個 這個東西就在講 這個Tuling machine 怎麼被發明出來 這個是這樣子 他是英國人 他是英國人 他之前德國跟英國在交戰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那時候德國為了要調配 他的什麼潛艦啊 飛機啊 他們都要用 把他的那些指令 用密碼傳送出去 他不可以給英國人知道 英國人知道 他就知道什麼時候 什麼潛艦會過來 所以英國人就想要做一件事 因為德國公式太猛烈了這樣子 那英國人就想要做一件事 我能不能破解那個密碼 破解的時候 他寫一些天方夜盤的一個語言 比如說大家可能會覺得 以後你同學問你 你在學什麼城市 你跟他說西語言 他跟你說你在學外星語言這樣子 就是說 他們在傳送東西的時候 把它變成一個很奇怪的一個密碼這樣子 然後Tuling等人 他們就希望把它破解掉 然後他們怎麼 那時候德國是用一台機器 叫做Enigma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 念一些什麼 英文聽力啊 你有時候會聽到 他們在對話的時候 會說你這個是一個Enigma 就是一個無法破解的一個奇怪語言 Enigma這樣 他會把它編 就是把那個 他要傳送的前艦的位子 飛機的位子 什麼時間 都變成Enigma的編碼 這個編碼大概有非常多位元這樣 譬如說你可以想像一下就是說 如果我要破解他的話 可能需要幾億種可能的組合 那但是 還有一個要注意到 他這個Enigma 每一天會換一次編碼的方式 所以你只有一天的時間 去從幾億個組合裡面找出來 他這段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以前做事都是人工做的 那當然就是這個Tuling 他就突發奇想 他就想說 既然這個編碼是機器編出來的 這是這個Enigma 它也很像打字機的機器 叫Enigma的編碼器 他說既然這個編碼是機器編出來的 人力一定沒辦法破解 只有機器可以破解的機器 所以他就設計了一個電腦 叫做解碼器 這個是編碼器 設計在電腦的解碼器 解碼器就長這個樣子 這跟大家的電腦 這個超級大 然後他要操作 必須要拉電線插在某個地方 然後就開始轉轉轉 所以以前的電腦是非常大的 這台機器呢 它怎麼運作呢 這邊有一個重點 這樣 人必須要跟電腦設定一些條件 一些規則 跟他講說 這個密碼輸入進來之後 你要根據什麼步驟把它解出來 所以這個是待會我要跟大家講的 寫程式 或者是用電腦寫程式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你要知道 要叫它做什麼步驟 你只要想得出來那個問題 要用什麼步驟做 你寫程式一定不會有問題 重點就是 你知不知道解那個問題 到底要什麼步驟 譬如說他破解那個密碼 他就想出來一些步驟 說這樣子做應該 密碼就破出來 只不過他有遇到一些困難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這個 叫做模仿遊戲 這已經有點久了 應該找不到 然後呢 就是往後 因為他的貢獻實在太大了 往後只要是做電腦資訊科學的人 如果做得很好 別的領域做得很好 有那個諾貝爾獎 但是電腦科學這件事情 沒有諾貝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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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獎勵這個 他的這個電腦科學 計算機這個部分的 最高的獎就叫做Turing Award 圖領獎 你可以查查看 台灣好像有人得過 這個是他的貢獻 這個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 後來大家就根據這個原型 再繼續往 做更精密的一個電腦 這樣後來就進步到不用插線了 就直接有一個運作的方式 譬如說IBM 這個就是他的一個 摩擎很大的電腦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想像一下 以前用電腦就是一個很大的機器 甚至呢在 聽說我唸大學的時候 應該說我唸大學 唸高中的時候 大概就是十五、二十年前 那時候寫程式需要讀卡 就是像之後大家寫程式打一打 就可以馬上執行 那時候那些老師說 他們都要先把他的code寫在讀卡機上 然後就大家去一個校園的某個機器 某個房間裡面排隊 可以讀進去然後看有沒有問題 如果很好的話 讀進去就會把答案秀給你看 那不好的呢 就是讀進去之後跟你說 這段寫錯了 有error這樣 然後就要回來重新 這樣子 大家現在不用經歷這件事情 因為你在電腦上 後面我們要介紹 上次有請大家一些很熟悉一套 就是以後用到的那個軟體這樣 他就會跟你講哪邊寫錯了這樣 不過說這邊我要讓大家知道 以前電腦是非常大的 雖然他有一些進步 但是他也是非常大的 大到要怎麼樣呢 你沒有辦法自己操作 你必須要有另外一個人來專門操作電腦 幫你操作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 這種這麼大的 IBM 的電腦怎麼操作 還有一部電影可以讓大家看 那個電影叫做關鍵少數 關鍵少數 他講三個黑人性 怎麼樣在NASA NASA那邊以前他們計算那個東西都是用手 就是手來算 但是有些問題實在用手算要算非常非常久 所以大家現在可以聽到一個關鍵 為什麼我們需要寫長線 大部分的原因就是用人做要擠非常久 而且搞不好還解不出來 用電腦做才會比較容易 你如果有興趣可以看一下關鍵少數裡面 他就有在講 就是怎麼用這麼大台的電腦在做一些事情 不過他重點其實不是那台大台電腦 是那三位黑人性怎麼樣 用手算來解決NASA的一些問題 因為那時候黑人在那邊的地位很低 特別是女性 他們在講他們怎麼樣來突破這個界線 現在的電腦就做很小 讓這個大家等一下拿到書跟這照片不太一樣 書上他是寫Intel Core i7的CPU 這是現在的CPU長的樣子 以前這麼大台 你想像一下大概就是我們這間教室 從這裡到這裡整台就是一台電腦 一台電腦這樣子 現在的電腦濃縮在一顆晶片裡面這樣 這個晶片大概是多大呢 大概是小於10mm這樣子 10mm是多小呢 就是1公分 應該是 10mm 10mm OK 1公分 這麼小 為什麼我們可以做到這個 那這個就要講到我們這一組在做的事情 雖然資本課跟我們那組有關係 但我是SOC組 就是在教大家 怎麼樣把一個這麼大的東西變成這麼小 變成這麼小 啊這個也是目前上次有跟大家分享過 現在科技產業最賺錢的一個領域這樣子 這個領域不怕找不到工作 怕的是你覺得這工作錢太少或者是時間要花太多 那這個就以後再跟大家講 以後有專門的課程教大家 你在大學的四年期間就有機會可以做出這個東西 可能會很辛苦 其中一個教做這個東西的老師 就是教大家數位系統老師 王超前老師 那其他我也有教一些不同的 也是可以做這個的一個課 這個我們叫做系的晶片 這個是晶片 這個中文叫晶片這樣 不是洋芋片這樣 你跟人家講他一開始會以為是洋芋片這樣 這是晶片這樣 讓大家看一下這樣 好所以這一開始的部分 讓大家知道電腦它是有大變相的 科技眼鏡 第二個電腦很重要的一個發明的原因 它要解決 人沒有辦法解決 在有限的時間內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 所以後面我會讓大家想說 到底你寫成詩要幹嘛 在你的生活中寫成詩要幹嘛 我想要讓大家思考一下 在你的生活當中有什麼事情是 就是你覺得你自己來做會花很多時間 然後有層次來幫你做的話會很好的 這個待會兒可以讓大家來思考一下 好 那我就要開始講到電腦內部的一個東西了 把這些因為計算機 就有點像你們現在計算機概念 教到電腦內部的東西了嗎 這昨天下午對不對 那你們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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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上了什麼 發展史 所以也是像我剛剛一開始有一台這麼大台這樣 欸真的喔 那我課的之後只是算心幼靈氣一點這樣子 這樣有點占他便宜這樣 電腦發展史 所以電腦發展都講完了 那你有沒有講到底什麼 電腦硬體有哪一些 還沒 好 那我就先朝前看 稍微講一遍 詳細他會跟你們進 那我課的字也是很多的 進了 好 再來講一下電腦內部 電腦內部有兩種種類的 一種是硬的 一種是軟的 一種是軟的 硬體 硬體就是你看得到那個電路 電路板那些 或者是整個裝置 像這些都是硬體 Mac 整台電腦 機器電腦 手機 音頻板 這都是硬體 硬體裡面還有硬體 等一下我跟大家介紹 硬體裡面的硬體是什麼 以後大家有機會可以設計出來 電腦裡面的所有硬體 如果你看你想要設計哪一塊 比如說你想要設計中央處理器 或者設計可以通訊的那種設定 系上都有不同的組的 會開相關的課 所以這硬體就是真正裡面 就是有電路的部分 另外一個叫軟體 所以待會我會跟大家分別介紹 硬體有哪一些 軟體有哪一些 這個講完 我就是一個單元 這樣大家就不用太壓力好大 可以吃到講完全部 這個講完我就會讓大家思考一個問題 好 軟體是什麼呢 它就是一些程式 Program就是程式 所以舉凡大家想要看電影打電動 那些都是要執行軟體 我要讓大家思考一下 那些軟體怎麼寫出來的 那些軟體裡面到底怎麼運作 以後大家學完這本課 如果你有興趣 你將來也可以去做遊戲開發 大家會想要開發遊戲的人 不會喔 那你會想要開開開開發那個 虛擬實境或擴增實境那種系統的人 如果你想要的話 剛好我們系友會的前領事長 就是一間大公司的董事長 他應該會很樂意大家加入他 不過那個公司大公司在高雄軟體園區 聽起來好像很厲害 去過馬高雄軟體科學園區 在成功路哪裡 有個展覽館的旁邊 有機會你可以進去繞一下 以後的園 你去新竹的園區就有點像那個樣子 一進去就覺得 就是大樓 看起來很厲害 他弄酒之後的酒不一樣 每天看到就是大樓這樣 所以 軟體 跟大家生活比較接近的 就是那些遊戲啦 影音啦 聽音樂啦 那些怎麼寫出來的這樣 我們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硬體跟軟體的部分 軟體是什麼呢 軟體的這個程式 我剛剛說是程式 程式是什麼呢 這有個重點 剛剛我跟大家講的一個Turing Machine的時候 就跟大家講 他運作的方式是要跟電腦說 你要哪些步驟來做 那些步驟就像是指令 所以電腦要運作 其實是要靠人去跟他講 你要做什麼事情 就是說 一台電腦給你 就是說 你現在幫我譬如說 算個計算機做乘法 你把這個跟這個兩個乘起來 答案你自己算出來 然後講正確的答案 就是一堆命令 所以程式實際上就是指令 先記得這件事情 以後我們寫程式的時候 裡面的中心思想 就是要跟電腦講 要按照什麼命令 來做一件 把那個問題解開這樣 這些指令呢 它都是用二進位的方式來做 這個交到 數位系統 要到了 那我就不透明講 就是一些0101的一個訊號 這樣子 所以電腦看得懂的只有0101的訊號而已 所以剛剛有跟大家提到 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 不管是沒有在管到底有沒有0101的訊號 但是電腦 所以我們需要經過一些轉換 讓電腦看得懂 就待會讓大家看到一個完整的流程 為什麼這樣子電腦會看得懂 好 第一個單元結束了 但剛剛還蠻輕鬆的嘛 然後這個問題 這是是非題 我考試有的是是非題 有的是選擇題 有的是填充題 是非題 讓大家想30秒 這題答案是對還是錯 這樣子寫 答案是對還是錯 等一下我先問問看誰想要舉手回答 沒有 我再下去找你們回答 這樣子 這題答案是對還是錯 一個一些指令 集合起來我們就叫做程式 你們在想這問題的時候 可以回去翻講義 所以我錯的問題 通常就是我覺得重要的地方 所以你若這些問題上課都有弄懂的話 考試你就可能比較不用那麼擔心 這樣子 當然你若念了越熟 分數應該是會越高 好 30秒 還有10秒 答案是對還是錯 你們不用把我想的心急太重 你覺得對就是對 我不常會出心急重的問題 心急重問題就是說 如果我跟你講我會多加一個字 你可能就會動搖 一些指令 集合起來 永遠 就叫做是一個程式 或是一定 就叫做是一個程式 你就會很害怕 一件事情怎麼會有一個必然的道理 就是永遠 或是一定 那這個是老師是講錯的 這樣 他是想要誤導我嗎 你就會想 你就會開始動搖 但是事實就是事實 不管我再加多少字 他就是事實 好 你們覺得答案是對還是錯 有人要舉手回答 馬 舉手回答也是有加分的 我知道 這樣大家一開始 因為大家都還不太熟 就很像是參加聯儀一樣 還不太熟 還講話 不過這件事我說起來是沒有什麼分量 因為我從來沒有參加過聯儀 這樣 為什麼咧 因為我很不會記人家的名字 我很會認人家的臉 就是我會記得我看過你 但是我要跟你把名字連起來 因為聯儀第一件事情 你要玩個猜名字的遊戲 那永遠我就是輸的人 這樣子 想說 我沒有辦法在短時間內 記到那麼多人的名字 這樣子 不過就是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不太熟的時候 大家可能會覺得 你一開始看到 我不知道你們覺得 我是什麼樣的人 你應該不會覺得 我是個嚴肅的人 可以先跟大家講 我是個悶嫂的人 就是 我個人是覺得 如果你跟我不太熟 你可能會覺得 我很嚴肅 但是你跟我熟之後 你應該不會覺得 我是這樣子 我不知道大家的感想 總之 比較多人形容 我就是 我是個悶嫂的人 好 你們覺得答案是 喔很好 你覺得答案是 對 一定要報名字跟學校給我 對的 永遠是對的嗎 不要太怕 我只是幫你加個形容 好不好 答對了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 讀論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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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大家先給論蟲掌聲 你們 你是打VV的同學嗎 不是 那 你是 那等下你下課的時候 過來 把學浩跟敬明給我 問一下 對 永遠是對的 當然 我這樣子出 你也可以說 什麼情況下 你可以想像 他是錯的 然後跟我講的 這樣子也是有加分 就是思考一下這個問題 這樣子 老師對 我剛剛有就跟大家講說 剛好是前一句而已 指令的集合就是個城市 但是你會發現 就算是上課有講過 如果你沒有給大家一個機會去思考 你可能會覺得 考試如果我考這個出來 大家會 考試如果我考這個出來 大家會 考試如果我考這個出來 你就會覺得 欸 你可能在考試的時候 突然間 心神一盪 應該是對的 感覺 又是錯的 然後你就會覺得 好 這樣子 好 這是第一個 等一下還有更多 這樣子 我大概都是會在中間插一個 因為 大家注意力 完 研究大概15分鐘後 就換3 15分鐘 大概是極限 如果一個老師 要能夠讓你 50分鐘都很專心的在提課 這功力應該非常非常高 如果都是15分鐘 差不多就是一個段 都這樣子 好 接下來我要開始講 比較細節 剛剛就是一些 改觀這樣子 讓大家知道一下 電腦分軟體跟硬體 電腦為什麼要被發明出來 那以前很大 現在很想要 你又做出來的晶片 自己的彼死還要死 這個要多少錢 你們猜以後 你們要做這個晶片要多少錢 彼死還要小 170萬 蛤 蛤 蛤 我沒有聽清楚 170萬 170萬 幾萬顆就要這樣子 它是用一片晶圓 很像披薩 你把它想像成一個披薩 這樣 第一片披薩要170萬 一顆咧 一顆用學校的方式去跟台積電說 我是學生 你可以給我下線 我只要一顆 我不要這麼大一片披薩 我一顆就好 這句話有點問題 它不會給你下一顆 它最少要8顆 8顆 要多少錢 比那個再少 等一下跟我說那個 你知道嗎 你還沒錢 100萬 再少一點 8顆 80萬 我換個方式問 如果以後那個老師 余修克他叫你他下線 你願意出多少錢去下一顆線 你會覺得太乖 還怪 你講做一個現在有點心酸的事情 我們做IC如果不是做CPU 那一顆賣出來就是一顆 你提去外面 以後你做電工實驗 一顆晶片其實沒有很多錢 這是一個比較心酸的事情 但當它被放到蘋果手機的時候 它的價值就沒有這樣 我跟大家講 快太少了 一塊是現在在賣 大家以後要下線 這樣一顆大概就要10萬 8顆啦 8顆10萬 你就可以跟你媽說 你兒子啊 你在學校學什麼 我最近用納稅盒 下了一個B-STAR的一個晶片 10萬 10萬如果回來會動 那就還不錯 重點是有時候回來是不會動 不會動它會怎麼樣 你知道在下地 如果你做得高級一點 就是我最近在你 跟台積電用40奈米 下了一個B-STAR的晶片 大概要40萬 可是回來不會動 後來是個超大點主 我說的是 我說的是真實的情況 有個老師學生 他用了40萬去下一個B-STAR的晶片 回來兩一兩完全沒有訓到 就是對雜訓 然後結論是 我做了一個超大點主 40萬 40萬就這樣沒了 這樣 不行啦 因為後來他會叫你分析原因 你不能說是台積電做壞 因為通常都是做的時候有問題 設計的時候要注意到一些東西 通常台積電是不會 應該對他的製程很有信心 不過他不會是司機的 他可能還沒有做到PC後 還有建廠 如果你是這樣講 以後業界的確會做一件事情 他一開始不會下這麼多顆 他會先下個六十幾顆 跟太極電說我先試下一下 就有點像你的建廠器 很好 你們有講話等下都要來找我 就是先下一批說 我先試做看看你的先進製程 比如說14奈米 出來會不會動 如果這四四顆 這八顆都不會動 那可能你可以跟太極電說 這樣率太差了 但是你要針對他的先進製程 如果你跟他說你是這個點18支撐 那種建廠器就有點舊了 說他不會動 他是不會相信你的 因為其他人都會動 就你不會動 的確是有建造的 因為公司 以後你進去公司 一次下限都要下幾百萬顆 比你那個一百多萬再高 一次下限要去掉幾千萬 但是他平均下一顆就是一塊 就是他下很多 量多才可以壓價 這樣子 一顆一顆 所以你如果坐那顆放在掃地機械 那你就賺 你那顆蘋果 Google願意買 那你就賺 所以現在紅打電 被人家買走 是從紅打電變Google運動 這樣子 現在差別 觀感很大 所以你又如果可以開一間公司 說服蘋果或Google來買 那就紅 要先願意讓他觸手 這樣子 好 所以剛剛提到以後 大家可能未來會做很多方面的事情 你會寫程式 你可以做硬體 你也可以寫軟體 這樣 這兩個都有很多公司 可以讓大家做選擇 這樣 硬體的部分 總圖大概是像這個樣子 大概會比較詳細的 針對比較需要介紹的部分 跟大家講 最主要就是中間這一塊 這個是主要處理的 這個是我們的中央處理器 寫程式 寫程式 就要讓他去跑 寫程式的時候 我們會需要把資料放在記憶體裡面 先把它擺在那邊 然後把它拿出來做運算 算完之後再擺回去 所以你如果要講電腦最核心的 就是這一塊 這樣子 怎麼處理跟怎麼儲存 大家應該可以知道說 電腦一定有記憶體 而且記憶體是大家看重容量多大的 你買手機 你現在買手機會很注重CPU的操作頻率嗎 你可能以後做電腦實際就很注重 你做一個很簡單的電腦 說要讓他跑3GHz 紅綠燈 你可以想像一個紅綠燈跑3GHz 是什麼情況 3GHz是多久換一次燈號呢 0.0.3奈秒 你說一個紅綠燈 0.3奈秒 紅燈變綠燈 綠燈變好 不過那個是可以讓你很大的成就感 哇 我做出一個3GHz的紅綠燈控制器 我那時候你再體會好了 所以有時候操作頻率不是重的 手機大家現在買就是比較注重記憶體多大的 記憶體多大的 你要讓他可以操作你的鍵盤、滑鼠 需要對他輸入一些東西 輸出可能就是也有一些東西 跟第二個叫次要的 或是就是 你把它解成次要或是輔助的 Secondary storage 所以我們電腦除了主記憶體之外 這個叫主記憶體 還有一些次要的儲存裝置 硬碟、水晶碟、光碟等等 等一下會讓大家贊助的知道 所以一般來說電腦就會分成五個部分 輸入、輸出、Secondary storage 記憶體、中央處理器 中央處理器最為複雜 所以這五個在這邊 大家看一下 接下來先跟大家介紹 記憶體的一個部分 記憶體主要是說 我們說電腦在執行的時候 他就要跟他講什麼指令 使用的人要跟電腦說 你要按照什麼指令來操作這台電腦 那些指令就會存在記憶體裡面 存在這裡 它一開始都會先存在這裡 這個中央處理器就會去這個記憶體把它拿出來做執行 所以它寫的程式將來會先從這邊 反正就是最終究都會存在這裡 CPU會去賭取它來做執行這樣子 所以之後我們 這我只有在第一堂課才會講 之後我們都不會管到底它究竟 具體來說是怎麼樣去記憶體裡面抓指令出來 然後怎麼執行 這件事情在這門課完全不會再提到了 這可能在數位系統或是在之後大二大三的課你才會再知道 所以你現在只要很粗略的知道說 這個CPU會去記憶體抓指令出來執行 根據你的音符輸入的指輸出一個結果 譬如說你打電動你可能鍵盤要一直弄 如果你是打實際帝國還是打那個 那個槍戰等等 你就是滑鼠鍵盤一直動 它就會一直接受這個東西 然後輸出在你的音符上甚至耳機 你要聽那個人的方位是從哪裡來的 好 所以記憶體是儲存這個指令 注意到這個紅色的字 好 那什麼是記憶體呢 很快的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文字都寫得還應該算清楚 它可以用來儲存或者是儲存資料 或者是把資料抓出來 儲存資料 把資料抓出來 好 它怎麼儲存資料呢 因為它儲存的指令 注意一下它都是二進位的 0跟1而已這樣 所以它是有一些儲存的單元所組成的 這個單元都是儲存二進位的資料 不是存0就是存1 這個單元等一下可以讓大家再知道一個東西這樣 所以先讓大家看一下為什麼記憶體儲存的是二進位的資料 可是我們所寫的程式卻不會是這種二進位的資料 我們之後在下週開始的課程寫的程式都是所謂的高階語言 寫的東西是我們看得懂的 人看得懂的 等一下再跟大家說明這個是什麼這樣 機器看得懂的是下面這個 這個就叫做機器語言 等一下還有中文這樣 這個叫做機器語言 它是二進位的 所以大家數位系統在學的是這個東西這樣 寫程式學的是上面這個東西 像上面這個實際上是 像是大家如果只有寫一個程式 要去請他幫你算出來 你這個月花最多錢的項目是什麼 你可能平常有記帳 電影、衣服、吃飯、買書等等的 你都有記帳 然後到了月底的時候 你想要知道你這個月到底什麼東西 花最多錢 你就可以寫一個程式家幫你排序 排序的時候就會幫你把哪一項最多的順序調到最前面 這種程式就是在寫怎麼調換儲存的東西的順序 然後是在做交換 這個暫時大家不懂裡面的東西沒關係 如果你有興趣你可以先稍微看一下 為什麼這樣子可以把兩個東西做交換 這個是我們看得懂的 機器看得懂的是這一個 所以我們需要透過一個編譯器 把這個東西先轉成中間的一個語言 叫做組合語言 這個組合語言呢 就是跟機器某種程度看得懂 它就變成是一個比較文字上面的描述 比如說這些其實都是一個指令 然後跟大家講 電腦要運作就是必須靠我們給它一些指令 我們要仔細講這個指令的內容 不過可以讓大家看一下 它就是叫這個電腦呢 比如說去哪個記憶體的裡面 抓資料出來做相成 做相加 或是把資料 L就是RODE的載入進來 載入進來 載入進來這樣 所以CPU電腦在做的事情 實際上就是去記憶體抓資 拿出來做什麼運算 做完之後再把它存回去哪個地方 就這樣而已 不過雖然是這樣 但電腦呢 這種組合就可以有非常多種 它就可以做出來 像是你的打電動物 需要的那些東西 或看電影需要的那些東西 組合語言 如果大家有興趣之後 大家也可以再修相關的課程 特別就是叫做組合語言 組合語言 再經過一個主意氣和sample 紅色拉住一下 在關係上 這邊應該 計算機概論會再講到一次 它就變成就惡景位 接下來很快的講完 剩下的部分 我就要再告一個段落 讓大家思考幾個問題 總結一下課一下 記憶體主要有 大致上有兩種 第一種叫做RAM 第二種叫做ROM 大家有聽過這個嗎? RAM跟ROM有什麼不同 很快的跟大家知道一下 RAM就是隨基礎存取基礎 這個我記得是一個 現在電視節目的時候 有一次遊戲 有一個人就出出來的時候 什麼叫做RAM 為什麼它叫做隨機存取 隨機存取 第一個意思是 它可以讀也可以寫 這個記憶體 你可以把資料 像你的手機電腦 跟隨機局可以拿出來 大家知道隨機存取是什麼意思嗎? 我們叫隨機 隨機是我可以任意寫的哪個位置嗎? 不是這樣嗎? 那所有機體 不是我都可以任意寫的哪個位置 有那個機體 我規定你 你拿一個隨身碟 還說你怎麼做 這塊 還有其他都不能做 好像沒有嗎? 隨機那個意思 部分對了 再加一個東西就很完整 為什麼要叫隨機這樣? 它可以儲存到任何一個位置 也可以從任何一個位置抓紙 還加上一個條件 不管它從哪個位置抓紙 或是寫字 花的時間 或是一樣的 這個擋大家思考一個問題 你覺得硬碟有這個特性嗎? 你的硬碟會有這個特性嗎? 隨機的從哪個地方抓紙或寫字 花的時間 譬如說我硬碟第一個抓紙的資料 花了1ms 我隨便從另外一個位置抓紙 它也是只會花1ms 大家如果用硬碟有沒有覺得它很慢過 因為硬碟是磁頭的 它是磁頭的 磁頭會停在某個位置 如果你要抓的東西 剛好離它很近 它很快就抓到 如果很遠 它就要開始跑到那個地方 所以注意一下 隨機的意思是 不管你出去哪個位置 花的時間都是一樣 花的時間都是一樣 應該計算機概論 數位系統會在交道 ROM是什麼呢? 跟這個相比 它可以讀可以寫 ROM就只能讀而已 比較常看到的ROM就是 大家如果有玩遊戲的話 那些卡帶啊 那些記憶卡那些 都是事先把遊戲那樣存在裡面 你沒有辦法做修改 這叫做ROM這樣子 它是一個可程式化的東西 什麼叫可程式化呢? 雖然我們說它的資料只能讀 但實際上你可以透過一個燒錄器 有點像光碟這樣子 透過燒錄器把這資料寫進去 所以你可以透過這燒錄器 把你任何想要的資料給寫進去 這樣都OK 所以這個叫做可程式化 如果你真的要的話 就要透過燒錄器 不然它一般就只能讀而已 好 剛剛有提到的記憶體 是由記憶體單元所構成的 記憶體單元 好 是第一個這樣 它有非常多個單元 一個記憶體如果說有 比如說32GB 它就有這麼大的 這麼多的一個 一個記憶體單元 我們怎麼知道 我要存取哪一個 我要去寫哪一個記憶體單元的值 每一個單元都有一個位子 位子 這等一下有一個圖給大家看一下 就大概了解我想要這樣子 位子是要用來說 我現在要抓哪一個記憶體單元 然後這記憶體單元的內容是什麼 這樣子 好 所以內容裡面存的就是 記憶體的指… 誒 程式的指令 或者是我們要用到 譬如說我現在要 我們之後要 譬如說假設寫一個程式 要用來記帳 我必須先讓電腦 根據我輸入的資料 就是有data 我要先輸入資料給這個電腦 把它存在記憶體 然後再根據這個程式 譬如說要做排序 再把這個記憶體… 這個就是指令 把這個指令拿出來做… 對那個圖叫做一些運送 記憶體的… 剛剛講到的這三個東西 大概… 它的關係是像這樣子 假設這裡 這個就是一個 有1000個… 有1000個記憶體單元的… 就是… 記憶體 它的位置 就是0到999 總共1000個 每一個記憶體裡面 會存一些數字 就是這邊看到的 可能是指令 可能是data 這邊這個範例 存的都是data 資料 就是我要運算的資料 你寫了一個程式 或者是你在打電動的時候 你都會輸入一些東西 它就會存到這邊來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就叫做記憶體的位置 就叫做記憶體的內容這樣 好 大家示範一個問題 這記憶體的… 到底有多少個單元 你現在買的記憶體大概多大 你現在自己的電腦記憶體有多大 16G 16G 8G 那16G大概有多少個記憶體單元 我覺得… 你有注意… 這個等下講… 配合我等下講到一個東西這樣 有沒有注意到那個G後面是寫什麼 G… B B 那那個B是全面之… B字這樣子 所以16G會有幾個記憶體在裡面 這問題… 電機器的東西應該滿OK的 因為我們還有一些管理 本來就… 大家一起先聽聽看這樣子 這個… 這個問題對我們寫程式來說 不是那麼重要這樣 所以如果你暫時還不知道 沒有那麼大的要求 就是… 16G一個要快的 總共有多少個位子可以讓我們出場 2的… 30次方 3… 30次方 16G G G是2的… 30次方 那16咧 4… 1… 1… 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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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 大家可以算出來 機體其實有這麼多位子 這… 舉例來說 這邊就只有1,100… 1千個位子這樣 這樣 這個… 對我們寫程式來說 重要的東西是裡面儲存的內容 這個當然倒是先有一個觀念 之後呢 我們要跟電腦講 就是… 這個儲存資料的內容 它到底是什麼樣子的格式 這邊大家可以看到有哪些不同數字的格式嗎 有小數 也有什麼… 所以之後我們需要在寫程式的時候 譬如說 我們需要先跟程式講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數 小數 還是有正負號的 或者甚至它很大的 你如果沒有講電腦就跟盲人一樣這樣子 譬如說 我就問你一個問題 請你猜一下我心中現在在想什麼數字 你如果跟電腦講 那個範圍再來就等於我問你這個問題 跟電腦一樣 蠻多的 很整效耶 第一個是 我根本要知道你心裡在想什麼 你要變魔術給我看 結果我還沒學會這樣子 那邊不可怕可能會做得出來 你如果沒有跟電腦講 數值範圍在哪裡 你根本無從猜起 譬如說我想的就是個小數 你以為我猜的是整數 有時候是10 我就跟你說不是 你永遠都猜不對了 因為我想的是3.14 這樣子 譬如說這樣 所以我們寫程式的時候 需要跟電腦講 他現在存進去的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數字 是小數嗎 正負號嗎 還是一個非常大的數 有可能你存進來的 不是一個二進位的數字 或是十進位的數字 這個H是什麼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現在有交到 數位系統那邊應該會交四六間位 H是多少 25 H是15 那就參考一下就好 這個H到底代表什麼意思 在這麼個一點都很重要 在數位系統你就一定要會 因為他就會結束 F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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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這件事情 你說了一件事情 對我老師的時候會說錯 F是 F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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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才是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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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可能你會存一個 自圓進來 譬如說以後你寫一個程式 是要輸入 我現在輸入什麼項目記載 現在是 花菜 吃飯 一挺 那你就會寫一個一挺 存在這個 這個記憶體裡面 它有可能會存自圓 不一定只是會存數字 這樣子 謝謝大家 指證 好 儲存的時候 有分層 剛剛說的 記憶體單元指的 都是位元 就是bit 實際上 在電腦裡面 它會把多個bit 組成一個位元組 叫做byte 這就是剛剛大家提到的 字圓 一個字圓基本上 就是一個byte 這樣 這兩個之間的關係是什麼呢 就是 八個位元 就是一個位元組 所以剛剛大家提到的 32D 叫byte 你看到的記憶體 它的單位都是這個 位元組 如果你要算出來 它有多少個位元 你就要再乘上八 因為一個位元組 是八個位元 這樣就是一個位元組 這樣 目前大家學的數位系統 應該知道這個數字代表的是什麼 數字 可以算出來 這個 留給你們去算 這也不是我們這門課的重點 記憶體還有兩種 還可以分 從一個角度分成兩種類 第一種是 有依電性 依電性 依電性呢 就是電腦電源開了之後 它的資料就一直在 關掉就沒了 怎麼記憶體是這種特性 就是你的主記憶體 第二種是 非依電性 有一些記憶體呢 電源沒了 資料還是會有 減移電性比較像是 它那個中文的意思 就是要有電 它才會有意思 這樣子 你要等一下來跟我講 姓名跟學號 什麼是沒有電 它資料也不會不見 硬碟是嗎 如果你的硬碟電腦關掉以後 硬碟的資料全部不見 你們會不會很恐慌 硬碟是嗎 隨身碟也是嗎 就是這樣 隨身碟 你把它拔掉之後沒有電 它的資料會不會不見 它不會吧 它如果會不見 你也會很恐慌 你存了什麼資料的不見 ROM也是 剛剛唯獨記憶體 這邊我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們覺得 就依電性來看 你希望那個記憶體是有依電性的 還是不要有 不要有 那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既然這個比較好 它為什麼會有這個 那速度比較快 速度比較快 這個速度 基本上看不出來 它會超過它 你的記憶體的操作頻率有多快 記憶體印象中操作頻率有多快 它很快 一定比你的硬碟快很多 這樣 硬碟現在最快的是什麼 所以 主記憶體的速度還比它快 主記憶體的速度還比它快 主記憶體的速度 你如果看一下 DDR4 DDR5 然後是幾GHz 2 3 等等 所以你要注意到 這邊有個算邏輯上的關係 這樣 畢然這個比較好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 畢然它有一些好處 這樣 它的速度比較快 等一下我會再出一個問題 讓大家思考 這個 非揮發性火車 沒有液電性的 記憶體還有什麼好處 除了它 電源關掉 資料問題 這樣 這個剛剛能夠到家了 這樣 為什麼這樣子有需要 好 不然講完 還是拿著撐一下下 次要 剛才講的是主要記憶體 次要的記憶體 次要的記憶體 有哪些呢 剛才有提過的 就是一些 用光學的方式進來 譬如說CD 或者是磁性的硬碟 電子 Fresh 隨著點 這個叫次要 也就是說 為什麼這個叫次要 這個主要 這個memory 叫主要 因為電腦 電腦都通常會先把資料 放在主要記憶體 暫時用不到的 就會放在次要的記憶體 所以我們會叫它 叫輔助的記憶體 等一下可以大家 還有一個問題 可以問大家 為什麼這個叫做輔助 之所以叫輔助 是什麼意思 好 再讓大家試試一下 好